南韩国会在8月31号正式通过将手术室加装监视器义务化的医疗法修正法案 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要求手术室加装监视器的已开发国家 而这项法案将在两年后正式实施 未来患者或是看护者可以要求拍摄手术当下的情况 不过只有在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疗人员同意之下才可录音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代理手术医师或是手术中的医疗纠纷 大韩医师协会表示少数的犯罪行为却让政府决定监视所有医疗人员 实在是说不过希望国会能够撤回法案 不过一般民众对于这项法案则是持有不同的声音 其实南韩在2016年有患者在整形手术台上 因为医师离开手术室只留下助理医护 这名患者流血超过两个小时没有人处理 最后失血过多身亡 当时动手术的医师也被指控是没有外科手术执照的幽灵医师 而在死者母亲的努力之下让这项法案逐渐受到重视并开始积极推动 尽管法案通过未来会在手术室假装监视器 手术过程全程录影 但是唯有在发生纠纷 而且病人以及医护双方的同意之下 才可以调阅监视器 段时间陈慧珍战争报道